好,大家好,在你学习之前的话呢,给你讲一点废话 好,这么课程的话呢,其实是我早已经讲完了 后面的话呢,我也新增了一些功能 然后的话呢,这么课程的话呢,是学习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有一千多些人,我大致看了一下 一半的话呢,是这个在教程 一半的话呢,是这个去 是这个毕业的,在已经在工作之中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你看这些 找工作的,有这么一个啊 他去拿这个项目去找了一个工作 在合肥这边给了这个八千块 那一个三四线程式的话,给个八千块是不错的 对吧,好,然后的话呢 还有部分的话就是在校生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毕业生 好,我这边的话呢,做这个 闭设答辩的,闭设答辩的 还比较多的啊,就是这个毕业设计 好,你们应该知道,好,学习 搞这个的话是比较多的,我微信上 每天对人来问我,好,怎么 我哪门课程适合做闭设 之类的,但这门课程的话是最适合做闭设的 呃,因为的话呢,他成本 非常低,你不要花什么钱 不需要上其他的,你要写什么 接口啊,然后的话呢,要买 服务器啊,对吧,然后的话,你要上线的话 你要https的一名 那个https的一名,如果你正规买的话 那你一年至少两千块 那咱们这么课程的话呢,是不需要你购买什么 服务器之类的,那做答辩之话呢 是非常合适的啊,那我 我这个微信上面的话呢,有几千人 那大部分的话呢,是这个在校生 好,他们做答辩,好,做毕业设计 好,赶着做,好,非常多的 好,如果是你是毕业生的话呢 我还是 觉得你学习正门的话呢,还是不错的 最主要的话,在校生的话也没有钱 对吧,也买不起什么服务器之类的 所以这门课程的话,不需要买什么 服务器,就搞定,好,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我给,后面课程我讲完,其实我新增了一些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就这个地方啊 本来的话,之前的课程的话只有点餐,大家看 课程第一节演示啊,这是扫码点餐 那后面的话呢,我给大家加了一个到店取餐 好,到店取餐,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外卖 那这个外面的话呢,后面我会接入这个二伦摸的起手送餐 这个功能,假如说用户下单呢,起手就可以接到你的单子 然后跑到商家那里去拿这个货 然后的话呢,再给你送来 好,这块的话呢,我会按照那个二伦摸那一块来给大家开发啊 后面我会接入起手送,起手送餐这一块 好,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 那就三个了,一个到店取餐,一个是给你送起 然后这个是扫码点餐 扫码点餐的话呢,就是你课程第一节看到那个演示的 好,另外的话呢,我又加了搜索功能 在这里面,就不那么单调了 我们可以搜索,这个搜索的话是一个联动的 好,搜索出来,是一个模糊联动的 好,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 还有给设置了一个商家的距离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设置了一个商家的距离 比方说,商家设置配送范围 比方说在三公里,对吧 那你超过三公里的话呢,你就不可以下单了 好,是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后台管理 好,在这个地方,那原来的话呢 只有这个店铺名称,然后有店铺地址 那后面呢,加入营业时间 在这个营业时间范围内的话呢 用户是可以下单的啊,用户是可以下单的 如果超过这个营业时间范围的话呢 我们下面就显示一个商家已经打烊 那这一块的话呢,我也已经给大家做好了 好,还有个外面配送范围 他说这个是三千里,对吧,就三公里 那如果他超出这个配送范围的话呢 这个地方你就不能去下单了 超出这个配送范围 好,我们看一下,里面的话呢 还是接触到了这个谈性地图的这个功能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看得不 这下面有个谈性地图的功能 那进来之后呢,它会定位到你当前所在的城市 然后的话呢,你可以来查找你的店铺地址 因为我们要拿到这个经纬度嘛 呃,才可以去计算商家的距离 还帮说还得捞的 还得捞 好,我们可以查到啊,它是一个联动的 这块是谈性地图给提供的 好,帮说我们点这个,好,就可以得到它的这么一个地址 好,那你可以切换其他的 它会跟着变下面 好,这块是用的是谈性地图这么一个啊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从,呃,新进来的商家的话 可以重新设置 那设置过的话呢,可以重新去修改 那你修改的话呢,这个地方就可以就会跟着变的了 好,跟着变的了 好,这是一个啊,就是新增的一些功能 然后的话呢,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关于展校生的答辩 然后的话呢,如果可以拿去面试的,对吧 也是不错的 好吧,那这节课就啰嗦到这个地方吧 大家想要学习的话呢,请去看后面的 本资源由IT教程8收集整理 全网最新IT教程 请访问IT教程8 三达部6.i p g c 8 点康